整體歸納了所有消息 你覺得港股今天的走勢又會怎樣走呢 一定是差的 港股本身都是差的 突然間要單日轉向 見底回息 我也說沒有去到這麼下款 你審慎是ok的 但是 看看你拿剩下什麼股份 你拿剩下今天剛才說的豪島那些 尾團 沒辦法的 你予了局錯的 但是你說豪島那些 是不是真的說 一定要坐下去 想一下 你自己去評論一下這個 你之後才說 所以你說其實因股票 就是個別股票來做部署 比如你剛才說的 一直以來這段時間都很強勢 又沒有什麼政策風險因素 好像電動車比較低那些 都會跌的 但是現在還是三折 或者可能二百九十幾 那沒問題 所以你看回心態 如果你是抱著 買完股票就這樣 好像賭錢那樣 追賊的股 這樣去看的話 市況的批評分明是差的 一段時間你不做事 可能都是跑贏的股票 那沒必要做那麼多 但是你說如果你的基金 部署策略上面 或者你的投資市場上面 你的錢本身就是很害怕 跑輸通脹 那買不同的項目上面 那便收拾好創 如果你說有些業績 真的差得很厲害 譬如阿里巴巴這些 你都穿到一百三十元 你又不走 你要是有局錯 就是你預了短線下課讀書 要是做一些換馬部署 所以你說這一刻 最主要是評論自己欠的 有沒有一些中線持有價值 你有沒有機會 就是說出現業績之後 面對著很多風險因素 你是無視了 在想著就是害怕的 但剛剛去到那個層面上面 說到豪島股、尾斷這些 那就真的是個別事件上面 好可怕